直接沙头对峰 对峰的威慑也是非常好 18比13 几分的差距了 我觉得一分之后应该真的会出现一个失败 所以这应该就是李宗伟 存在一个比比赛状态不好的一个时候吧 19比14 要得一分 这样的话应该李宗伟拿下这场比赛 双方打起了瓶球 又是给了盖德一发手 少了20比14 这次盖德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机会 这样的得分可能已经有至少四五个了 大家还是自己的这个跑动啊受到了限制 20比14 李宗伟的赛点 最后一分代表还是没有放弃 我们这个地方 看算的时候 哈哈哈 准备了 soul 我们的阻误 我们的阻止了一个阻止 我们的阻止了一个阻止 想要再拼一下 休息一下 繼續戰鬥 這次 蓋德雄的非常完善 但他還是沒有辦法 中美也是很有礼貌地走到对方的场地 中美21比12 12比21 20比15 2比1 战胜了盖德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单的比赛 当然盖德应该说在之前 应该也是说知道中方的这个实力的差距 但是在中场比赛里面 盖德还是表现出了一个职业球员 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的数字 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 而且按照我们之前说的盖德也是36岁的这样的一个高龄的羽毛球运动员了 但是在场上一直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跟以往我们看到的盖德有很大的差别 盖德也是对这场比赛 我相信在开赛之前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 战的话李宗伟顺利的盖德了这次比赛的冠军 所以再次准备了个赛 21-12 12-21 23-25